周四的一篇文章说 中共自诩困制了西方智库 选举诚信组织和拜登国家安全团队 网关专家认为 这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承认了中共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影响力 这个消息让美国选举的中共影响理论 有了进一步的可信度 被中共党媒收买的西方媒体 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的网站上 出现了高举党类旗帜 履行职责使命的评论文章 内容讲述了 中共如何在国外输出新共路线 在国内打击一几 这篇文章写道 中国日报购买了纽约时报 瓦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版面 2017年的一份报告 有效地宣称 CN的主持人扎卡里亚 推特执行长多西 脸书监定委员会成员托宁·斯密特 永过川普慈善家奥米迪亚 还有许多其他人都与政务合作 达到中共的目标 推特执行长多西 曾经和贝格鲁恩研究所高管 吉尔曼在一起 都在贝格鲁恩研究所下属的 与中共相关的21世纪委员会任职 推特执行长多西 在大选前将亨特·拜登的 破坏性报告隐藏 最近的调查表明 关键州 摇摆州 45%的选民不知道亨特·拜登的故事 如果知道的话 近10%的选民会改变投票 被中共雇用的西方智囊 网关专家写道 实际上存在一个领先的 与中共有联系的西方智囊团 致力于鼓固拜登的胜利 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的文章宣称 通过和西方智库的合作 向国外受众 推广了1万多篇宣传稿 文章提到的智库包括 美国贝格鲁恩研究所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澳大利亚洛维国际政策研究所 在前索罗斯法律顾问布鲁克斯 和贝格鲁恩研究所高管吉尔曼的合作下 过度诚信项目 在美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发表评论说 如果川普总统在大选之夜明显获胜 乔拜登应该如何拒绝让步 而事实上发生的就是这样 此外贝格鲁恩研究所 还将很多中共经营的实体认为合作伙伴 这些机会包括北京人工智能研究所 中国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工智能协会 曾经臭名昭渡地表示要鼓励 中国崛起的拜登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山立文 去年被发现和布鲁克斯关系密切 同时也是与中共合作密切的 澳大利亚洛维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 网关专家最后说 这些信息为有关中共干预2020年大选的报道 增加了额外的支持 但随着拜登入主白宫 这些都不会被调查 好 我的 我 给受 PRO